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人都认同要真实做自己 那做自己和自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个题目让我想到 在我们父母那一个年代有一个广告 叫做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去提倡这个个人意识 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总是会想 嗯 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那违法的事情可以做吗 所能利己的事情是可以的吗 人是群体的动物 有小我 也有大我 例如说我们的家庭 社会 乃至于国家 有的时候 可能爱别人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例如说父母爱孩子 我们去爱我们的另外一半 或是爱家中的宠物 我们心理上有了寄托 而这个时候 爱别人也是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别人和自我的界限 又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面向 我为了别人而完全的奉献自己 成全了别人而忽略了自己的利益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 那我不就很亏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一点好处吗 有句话叫做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如果我完全为了别人而不考虑自己 那我又要如何去保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 一丝丝的存在呢 做自己的概念和自私的定义 似乎很相似 但是又好像不太一样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或者是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可以同时做自己 又不自私 同时爱自己 也同时爱他人呢 德国的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过 自私其实是爱自己太少 我们能够去理解这句话吗 什么叫做自己 什么叫做做自己 又什么叫做爱自己 又什么叫做自私呢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领袖师兄 还有志宇师兄 来与我们一同分享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很多人都认同 要真实做自己 做自己和自私之间的区别 是什么呢 我们先欢迎领袖师兄 您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呢 阿弥陀佛 各位师父师兄晚上好 从接到这个议题以后 我把这句话 当成了一个疑情 基本上每天在问我自己 究竟我怎样去做我自己 以前从来没有 没有这个疑问 然后这个自己 老是想到自己 为自己的理想 是不是自私呢 还是就是说 我们在佛法上讲 让我们就是说 自利利他 然后我是想了 想了几天 然后想想从童年 少年 然后周年 以后将来要面对的老年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这个自己 这个名词 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其实我自己是不存在的 我就得出这个结论 然后每一个时段 那个自己 我就问我自己 那个自己是我自己吗 其实不是的 然后从学佛以后 我更深的明白了这个人 自己究竟是谁 是我这个身体是我自己 还是别人眼中的自己 是我自己 别人对我自己 别人对我的评价 还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是自己 其实都不是 我们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个最好的标准 是谁来制定的 是自己定的 还是别人给你制定的 还是这个社会规则 给你规定的 佛法 佛陀是最智慧的 他的 他的这个 智慧的 道路 给我们指定 如何成为最好的自己 就像菩萨一样 我们 有一个大智慧 成为一个 行菩萨道的 利益别人的自己 我们这个平时 这个生活中 老是为自己的利益 打小算盘 然后 伤害别人的利益 老是为自己打断 为自己的小家庭打断 那种不是自己 然后烦恼的自己 也不是自己 欢快的自己 也不是自己 别人对你的喜欢 对你的厌恶 他们眼中的自己 不是自己 想想 就是 然后从 所有 佛法中的体悟 就是说 我就感觉我 没有一个自己 这个名词的说法 佛陀教导我们 如何成为自己 就会成佛 才是自己 我们现在生活中的 所有的见为觉知 全是一种意识心 全是妄想 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 自己这个小圈圈里 脱离出来 然后那才能成为 自己最好的自己 然后呢 学佛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 好多事情 好像不可思议的 得到了变化 然后 好像看 周围的人 不像在以前一样 就有一种 亲情的牵挂 感觉确实 以前就感觉到 好烦恼啊 从那个亲情的 圈子里老是出来 然后为他们的生计 为他们的生活 操心啊 费力啊 费心啊 有时候呢 还出力不讨好 然后觉得自己 尽心尽力啊 然后为什么 得不到认可呢 比如说会烦恼 现在呢 有些时候 我就感觉到 是不是过了呀 感觉到好像是 不太在乎这些 不太在意这些 以前的一些烦恼了 好像就是 通通都放下了 好像 因为佛陀交给我们 他 都是前世的 累劫的姻缘的 姻缘合合 才造成我们今天的相遇 所有的烦恼 也都是你自己的 全程虚妄 向下 想象出来的 其实都是不真实的 你所谓的烦恼 也是虚妄 快乐也是虚妄 全都是生灭的 只要不为他束缚 然后你就能得到了解脱 每一样 这么一想 我就全部 非常轻松 然后参加学婆里 以后之后 我就感觉到 每天都非常 轻松快乐 然后 然后我看到 跟学婆那些师兄 相处在道场里 然后听每天 听师父讲法 我就 非常非常的 发喜 和世间那种 那种 欢乐 就是说 看个电影 听说快乐的歌 听一个 相声 就是那种快乐 就是很短暂 很快就过了 但是这种 学佛中间的 那种发喜 它是连连不断的 就是像 润物 信物生一样的 那种 那种发喜 真是不可言 不可言喻 非常感恩 师父 然后从 学佛以后 从南岸经之后 虽然没有大吃 大悟 但是呢 也是有点 小体悟 然后 非常感恩 师父 非常感恩 师父 有时候 原来一开始 我是听师父 那个 关心一支香 然后 师父说 让我们 就是 鼓动我们 受菩萨戒 然后我 其实我已经 受过菩萨戒了 因为 受菩萨戒 没有人 就是说 教导我去 受菩萨戒 但是呢 我就非常 坚决的去 我觉得 只有戒律 只有得到了戒律 听佛头的话 我才能再一次 得到戒 处 处立这个轮回 师父那句话说 你只要受了菩萨戒 你的冤枉 就可以实现 然后 从那 做那支香的时候 我真的是 泪于 磅泼 虽然 师父说的是 非常 很轻松 就是说 你能得到 你的冤枉 当时 我觉得 我虽然 想去受菩萨戒 我不知道 我是什么冤枉 但是 师父那句话 我就知道 我当时 确实心中 还是有欲求 我受了菩萨戒 是想为了什么呢 我就自己有了答案 师父那句话讲 我是为了想解脱的 我是为了放下的 我才知道这个 非常感恩 师父 让自己得到一个 更高层次的升华 那我们接下来也欢迎 志宇师兄 来我们分享看看 您对这个问题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 就是 做自己跟自私 其实我觉得是 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 做自己 其实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就是你想要追求 你想追求的事情 做你喜欢的事情 不管别人意见 然后这个就是做自己 那自私是从别人的角度出发 可能别人不喜欢你做自己 别人就会觉得你自私 那当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会交集的时候 通常都是 你的做自己 已经膨胀到一个地步 比如说 你讲话比较心直口快 然后常常会 不小心误伤其他人 那这个时候你就说 你自己是做自己 可是你也是 一个很自我膨胀的人 然后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 这样子 对 这个其实是比较极端的case 那如果比较小 比较小的那种 就是比较一般做自己 比如说我要追求我的目标 这个其实就 不太好去区分说 你是真是不是真的是 支持这件事情 因为支持这件事情 是很主管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想要讲的 以前快速分享一个东西 这我刚刚赶快做的同一天 一两张很快就好了 就是你要怎么确定一下 你做自己这件事情 是不是对的 好 我分享到我做同一篇 这个图片很简陋 因为刚刚赶工赶出来的 就是 比如说 你今天做自己 旁边的人都觉得很开心 那通常这件事百分之 七八成的机率 这件事情是你值得去追求的 我先用简单的二分法 然后右边这张图就是 就是你做自己 可是别人都很不爽 那这件事通常百分之 七八十也有可能是 就是 百分之下就是 就是这件事不值得你去追求 好 我讲的比较保守一点 这是第一次才选 那这个有可能一个误区 就是身边的人都很支持你 做自己 那做自己这件事情 可能不一定是好的 比如说你 你喜欢在外面抽烟 然后你身边的人 刚好都是喜欢抽烟的人 那所以 就是 你要 所以你就要开始做第二次才选 那第二次才选 就是像 左上角这个 你要先分辨一下你身边 支持你这些人是不是 是谁 是善知识 还是一般人 善知识 我就先把它 极端化成 佛法分 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呢 你想要做自己 然后师父他们也很支持你 那就像左上角这张图 那这件事就真的是确实是OK的 好 做自己OK 那如果今天呢 身边支持你的可能是 不是师父 可能不是佛法神 他们都支持你 那你就要小心了 那可能这件事情呢 是你以为做自己很OK 那其实是你 呃 误判了这样子 那这个T呢 TP就是True Positive 就是一个统计学的名词啊 然后这个就是说 呃 是这件事是对的 然后也确实是对的 然后这个是False Positive 就是说 这件事是你以为是对的 但其实它是错的 哦 然后另外右上角这张图 就是 呃 你做自己 别人都不开心 好 我举个例子哦 吃素 吃素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哎 怎么那么自私啊 就是大家都要跟着你 然后都要特别去挑那个素食餐厅 那可是这件事呢 如果是对于佛法生而言 他们是双手赞成的 所以这个右上角这张图啊 就是做自己很OK啊 就是就是这件事是对的 但是你你会因为别人的反应 你会以为自己是做错的 所以就是False Negative 就是以 这件事情你误判你以为是做错的 那右下角这张图呢 是这件事的确是错的 就是师傅 他们就说这件事情你不应该去做 比如说就是你犯戒了 师傅就是会觉得 这件事就是绝对是不OK的事情 所以如果用一个树状图来看 就是 这种就是做自己这件事 你就可以先做第一次 去做 筛选 先看一下身边的人的反应 看完之后再做第二层筛选 就是看一下身边的人赞同你的是谁 然后你再决定一下 你在这件事情上要不要做自己 那这个就是我的分享 好 谢谢志宇 那其实做自己这件事情很复杂 什么叫做自己 什么叫做自私 自己有关于你对自己的定义 以及环境对你的影响 环境跟你之间的关系 种种的变数 其实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去定义出来 那这个在佛法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解法呢 我们请江卉师傅来我们开始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大哉问第十天 我们来到了第十题 这第十题 讲到的一个是自私 或者是自己 在佛法里面 我们在学习佛法常常说要讲无我 大部分的人听到的都是要无我 可是在佛法里面 佛陀来到世间 一直在讲一句话叫做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唯我独尊 那当师傅呢 听到了这里两个一个要无我 一个又要唯我独尊 那这两个都是我 为什么一下子要否定我 一下子又要肯定我 那佛陀呢 肯定的这个我 跟我们认为的那个我 是一样的定义吗 那为什么佛陀要讲唯我独尊 那一般人也想要唯我独尊 偏偏呢 要嘛就是害别人而让自己得逞 举一个例子 有今天师傅听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居士他的 这个朋友在航空公司工作 那常常呢 有的人想要成为那个 这个第一快速通关 他就会到柜台去呢 说他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伪造他的生病 那他就会被推着轮椅 去坐在第一排 而且会快速通关 可是事实上呢 其实他们是没有生病的 那为了要让自己很快速 不用排队 那就会做了这件事 那有的人听到就很生气 结果就在正在议论的时候 另外一个师傅坐在旁边 轻轻的说了一句说 啊这样子的人呢 以后会生生世世都坐轮椅 哇 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呢 对于这个旁边的人呢 听到他说 这个是说谎嘛 他为了要让自己很方便 所以呢 让别人很 这个就是让别人很不方便 然后 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这些人很自私 但是大部分他都得逞 所以佛教徒的一些小心思呢 就会觉得啊 你一定有果报 所以当我们听到的 他一定有恶报的时候 我们其实好开心 因为当我们不能够自私 但是又看到别人很自私 当自己呢 很想做自己 可是发现呢 这个所谓的做自己的人呢 他却常常呢 让别人很不舒服 那你就会很怀疑 到底佛陀到底要我们要做什么 是委屈自己呢 成全别人 还是呢 成就别人而完成了自己 到底怎样才是我的定义啦 那刚才呢 这志宇跟领袖呢 都谈到了很多 就是只要我喜欢 对于自我的定义 他讲到佛法身三宝 这佛法身三宝里面呢 其实他主要就是在谈 什么叫做自己 我们对于我的观察 怎样才能够呢 把这个我彰显的最圆满 那所谓的无我 就是无我直 那所谓的呢 这个我的这个庄严 要圆满自我 对于自己要有信心 那其实这个我呢 是法身真我 那在十番显见里面呢 谈到有一个叫做显见无碍 第七番显见无碍的时候 阿南就问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我呢 到底是因为我学佛了之后 我的我就变大 还是 这个因为我的环境 所以必须 我就必须要牺牲自我 譬如说当母亲啊 或者是做媳妇啊 做孩子啊 要牺牲自己啊 或者是我的性格上呢 比较喜欢成全别人 比较没有主见 那你遇到一个我职很重的人 你为了要 不要让他造口业 不要让他 做坏事 不要让他起烦恼 不要让他呢 一直不断的想要掌控一切 那你也许想要息事宁人 然后你就 就委屈了自我啊 所以把自己说到最小最小啊 那到底是说小了还是被阻断了啊 这有智男生啊 还是呢 怎么样才可以正确的去看这件事情 小我跟大我啊 这真正的做自己会是一种自私吗 很多 学佛的人很担心 好 那这个就是 哎 佛陀呢 啊 就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好 但是其实呢 每一个人的我并没有界限 只是我们把自己给设限 用某一些条件 所以你会认为有这个大我 或者是小我 其实是因为你用什么 啊 用这个虚妄想想的这种因缘法去界定 所以呢 一切的因缘法呢 譬如说我们天时地利人和 所以这个老天爷呢 给他很幸运 第二个他个人的个性啊 第三个呢 他的环境啊 他遭遇了这些事情 所以呢 形成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啊 有的人呢 是小时候很无我 长大就很 啊 一定要放飞自我啊 啊 那小时候被控制了嘛 那长大终于可以做自己 我就再也不要被控制啊 那有的人呢 是小时候呢 很自我 但是呢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他会改变啊 放下了一些执念啊 所以你说这个我到底是有大有小吗 啊 既并不是啊 而是我们的认知 产生了一个限制 所以 我们都把这个外界的状态 或者是你的所有的经历 而去设定了我的范围啊 所以形成了什么 波多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批语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形成了什么 哎就是 哎 性格受想行事啊 连长相都不一样啊 连像像这个气质不一样 习气不一样 想法不一样 情绪的表达不一样啊 甚至于专专业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一模一样啊 这就像是一个方形的容器跟圆形的容器 有各式各样的容器 但是呢 这个天生的自我 那个真实的我呢 其实像空气一样 它是随着不同的容器 而有不一样的形状 其实它没有形状 真正的我是没有形状的 可是我们却因为这个后天的这种习气 跟这些所形成的一种特质 人格的特质 而产生了一个冲突 就是方气跟元气是不相容的 那的确就形状来讲的确不容 如果一个人很坚持他的形状 方形的 那圆形的呢 就会觉得这个方形的格格不入 他很自私 所以人跟人之间呢 他会没有办法相容 是因为我们不用这里面的空气去互动 而用这个外面的容器 来做一个彼此之间的这个抗衡 所以抗衡的结果呢 其实到最后就两败俱伤 也许我们会委屈自己来成全别人 或者是呢 要求别人来顺应自己 顺我者常逆我者亡 可是这个最后呢 并没有一方任何一方得到好处 那甚至于呢 有时候了 产生这种社会的霸凌不平等 那最后 其实没有 没有一个得到最圆满的结局 我现在纵使短暂的胜利 短暂的占得先机 或者是占得一些便宜 可是呢 其实这个对方呢 心里面不舒服 他知道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就是不要得罪你 但是他并不会欢喜的去看见你的快乐 或者是成就你的快乐 那甚至于呢 羡慕嫉妒恨 通通都会来 那这个社会呢 其实充满了各式各样的 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不管呢 你在哪个地方 你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 其实都是这样子的状态 在冲撞 所以佛陀得到 就是提出了一个解方 很简单 你如果要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第一个 你知道 你会形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们会有一个做自己的一个样子 我们都很爱自己 很爱自己的样子并没有错 每一个人都只有自己的这个样子 你这辈子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定型了嘛 但是定型了之后呢 你不要否定自己 你也不要执着自己 你只是刚好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而形成了 现在就是方形的样子 那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呢 因为先天的关系啊 跟后天的环境 那你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状态 就是我们前几天讨论过的原生家庭 他的确是会形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不好在哪里 不好在我们要喜欢跟别人比比较 别人的样子也有他的样子 我也有我的样子 所以六组谈经里面讲 色类自有道各不相防恼 我生的孩子孩子有他的样子 他不是符合你的样子 他虽然是藉由我们的生命 而孕育出他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他是独立的个体 亲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很难达到这种 因为他是我生的 所以他必须要像我 要不然就是要听我的 那事实上呢 谁一定要变成谁呢 不可能 因为每一代面临的环境 跟这个自己的先天的性格也不一样 纵使你同一个家庭生了几个孩子 也都有不同的状态跟他的遭遇 那我们就在讲啊 不管你是什么关系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 不同的形状 可是我们不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失去了准地 因为你否定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就会觉得哎呀我作为一个方形的容器 我好羡慕别人是原型的 可是你永远不会是原型的 甚至于呢你如果勉强自己变成原型的 你反而不能够变成一个很正常的原型 好那但是呢 当我遇到了别的 跟我一样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也不一定是相容 所以我们总是呢以爱为名啦 想要要求什么 要求各式各样的相容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佛陀讲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啦 叫做什么 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圆满的做自己 那么就是淡除气方空体无方 不应跟言这个说言更除虚空方向所在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我们就只要注意到真实的自己 其实不是那个形状 那个形状是暂时的 是你这辈子的样子 你下辈子不一定长这样 你下辈子不一定是当人 即使当人也不会叫做许智宇 不会叫做实微 也不会叫做灵秀 就是你已经换了 换了另外一张皮 那你是谁 是不是所谓的自己呢 那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还存在的那一个才是自己 所以要把这一个容器的形状拿掉了之后 这个真实的自己就出现了 他是无穷无尽的 他是没有限制的 用一个虚限表达呢 其实是 是没有的 就是假装有 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 他没有局限 叫做无碍的 你的真心是无碍的 请问对方的自己在哪里呢 他依然是还在他的一个方形的容器当中 但是你的心已经能够接受包容 甚至于消化融化 他化倒他 那这样子才会皆大欢喜 所以你要不要两败俱伤啊 其实就要学这一招 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做自己 因为这时候自己已经没有戒性了 这个是最彻底的解方 所以很多人嚷嚷啊 说我要做自己 其实即使是佛教徒啊 你现在已经知道要无我 要大我 要大气 你想要去跟别人一样小气 你也做不出来啦 你只是嘴巴在那边讲说 这些坏人实在是怎么这么自私 可是你叫你自己自私 你其实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不是那样子的想法的人了 你自己的修养呢 你会自己守住啦 那只是如果你忘记了 其实也不是忘记 是你本来就自私啊 所以常常就会 有的人就会用佛法来做这个借口 其实不是 是你自己本来就在这个观念上 没有真实的去认识到你自己 那这时候呢 我们才会有这种受伤啦 或者是有这种觉得会不会是自私 会不会是看到别人的自私 那我们会不会变成也是同类人 是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师傅 那今天的问题其实非常的有趣 在我们能够回答做自己和自私的差异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先回过头来去看 这个定义什么叫做自己 什么叫做我 我们的定义是否有问题 也许我们深深思维 这个答案就出来了 好谢谢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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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好吗